西汉有位生猛的武将 他一生中任何的一场战绩都能成为后将一生的梦想 他17岁第一次远征匈奴 直接一战风头 神仙都挡不住他那开挂的一生 他就是战神霍旧病 答案是他的一生要从一个意外开始说起 哎我去 公元前140年 平阳公主府的女卢魏绍尔 他未婚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这就是霍旧病 意不意外 刺不刺进 没有爹就只能自己开挂了 哎没想到的是 开挂的还他小姨魏子夫 第二年魏子夫被汉武帝看上 夜来风雨声 宵夜吃得撑 有 欲穷千里目 劝你多穿条秋裤 啊 哎呀 是我的菜呀 啊 当时汉武帝就拿下了魏子夫 于是魏子夫全家都跟着汉武帝进了宫 当然霍旧病也跟着进去了 多年之后 汉武帝会发现 他娶了一个魏子夫 还得到了霍旧病和他舅舅魏亲俩战神 妥妥了赚了呀 时间来到公元前123年 17岁的少年霍旧病 被汉武帝任命为飘摇校尉 第一次跟着舅舅魏青出征 远征匈奴 小货啊 你还小 这次出征就跟着我掌掌见识吧 嗯 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小货儿 小货儿 霍旧病带着他舅舅给他的八百骑兵 直接奔向了匈奴老巢 一口气砍翻了匈奴两千多人 还砍了匈奴残余的爷爷 什么情况 这都是谁呀 嗯 下来吧你 这一场 霍旧病还抓回来一堆匈奴的高级官员 舅舅 你看我抓来的谁 嗯 匈奴残与他叔父罗骨比 还有匈奴的国相 小货儿 你是把匈奴的老巢给一锅端了吗 啊 哈哈哈哈 魏青不知道霍旧病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他相当震撼 我让你来刷个新手经验包 你却把别人的塔给偷了 你这新手开挂了吧 汉武帝得知霍旧病的战功 那是相当的开心 啊哈哈 封猴 冠军猴 就这样霍旧病一战封猴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冠军猴 公元前121年 河西之战爆发 小货儿 你这么能打 这一次你直接带队去打吧 于是 19岁的霍旧病被汉武帝任命为票棋将军 去攻打诞据河西走廊的匈奴魂爷王和修徒王 霍旧病率领旌旗万人 长途奔西一千多里 一路砍翻匈奴将近一万人 还抓住了魂爷王子和一堆匈奴高级官员 这个小金人干嘛呢 祭天用的盛气 我看以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最后霍旧病没收了匈奴的祭天盛气 小金人出去打仗 只砍杀敌人那就格局小了 于是霍旧病一边打仗 一边收边匈奴人做小弟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拿一箱剑 走你 老大我们来了 这仗接下来该怎么打呀 这匈奴人打匈奴人 那是个门亲呢 这群被收边的匈奴人给了霍旧病很大的帮助 这波几个月后 霍旧病又跟公孙敖一起出生 第二次踏入河西走廊 只不过这边是东 这边是西咯 公孙敖你在干嘛呢 我迷路了 还好霍旧病却像自带卫星导航一样 孤军深入两千多里 一直打到齐连山 砍翻匈奴军三万多人 抓回来大大小小的匈奴王和高级官员好几百人 我魂爷王投降了 这一仗打的魂爷王带着十万不中直接降了 西汉从此控制了河西走廊 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扫清了障碍 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命21岁的霍旧病和他舅舅未清各帅五万骑兵 深入末北寻间匈奴主力 你们去找找看 顺带给我端了匈奴的脑巢 这一次霍旧病带着五万金骑兵长途悲喜一千多里 大破匈奴左嫌王 一直追击匈奴军队到狼狙须身 又追击到汉海 这就是封狼狙须应马汉海 这一战砍翻匈奴军七万四千多人 彻底把匈奴给打飞了 从此匈奴远顿末北再也不敢得瑟了 至于汉武帝太喜欢霍旧病了 要给他建一个大宅子 霍旧病却说 匈奴未灭何以加为 要好那就继续打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小花 小花 啊 公元前117年霍旧病病逝 年仅23岁 虽然英年早逝 但霍旧病这个名字 作为汉家男儿守卫国土的典范将永远闪耀